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闪电看剧 最近闪电的评论区一片港式情怀 要说港片就不能不提到喜剧之王周星驰 曾经的星爷一头黑发 满脸胶原蛋白 年轻的他才华快要溢出来 今天我们要解说的就是周星驰早期的喜剧片 《桃雪威龙三部曲》 不过要解说喜剧真的是不太容易 闪电的稿子肯定没有人家的电影那么搞笑和精彩 这里咱们就简单的聊一聊故事情节 目的是致敬星爷闪闪发光的日子 也重温港片最光辉的时光 手枪出鞘 子弹上膛 墨镜戴好 飞虎队头号杀手周星驰帅气亮相 带着队员对时间戴防护面罩 涂唇膏 大家冲进废弃大楼 周星驰一顿布置 没一个人听懂 最终周星驰单枪匹马救下女主 英雄救美是不是很然 其实这只是一次演习 周星驰身手不错 但是没有团队精神 导致队员全部死光光 因此他也没能通过升职的考核 幸好一切还有转环的余地 前两天附近学校来警局参观 结果黄局长的手枪被偷了 这里提一句 陶学威龙电影的编剧就是这位黄局长哦 按黄局长的话说 他丢的那可是一把正义之枪 一把善良之枪 而且这种事又危险又丢面子 为了把影响降到最小 黄局长派周星驰去学校当卧底 找回丢失的正义之枪 周星驰当年就因为最恨读书而当警察 没想到当了警察还要读书 没办法 周星驰的学校无间道就此展开 上课对他来说简直就是折磨 他长叹一口气 不禁唱起了蹲监狱的歌 由于表现太差 他还几乎每节课都会受到板擦攻击 终于到了有点意思的化学课 同学们一股脑的都做最后一排 周星驰新来的算是领教了化学老师的厉害 第一天上学就灰头土连 周星驰忍无可忍准备逃跑 学校管理员们都来拦他拦不住 直到最后一个短发老师出现 看着何敏老师温柔的脸 他的一句乖呀 让周星驰彻底沦陷 只不过何老师有男朋友了 而且他正好是反黑组的组长 回到教室 同桌王小贵被同学抢钱 这几个同学背景很硬 有一个亲哥是黑社会的老大 大飞 这个做弟弟的经常靠学生的身份 非法弄到一些东西去哥哥那换钱 周星驰想 丢失的警枪很有可能跟这个学生有关 放学后 周星驰碰到了校工达叔 原来他也是警方的卧底 于是周星驰就住到了达叔家里 他这才知道 达叔以前的9个搭档全死了 周星驰是第10个 而达叔还早就贴心的帮他准备好了排位 达叔也有点路子 他从朋友那儿得知 黑社会老大 大飞是倒卖军火的 客户都是恐怖分子 连警察也不能贸然动手 看来找枪的事只能靠周星驰自己暗中完成了 很不幸的 刚跟达叔聊完 那朋友就被大飞干掉 做达叔的搭档果然是最凶险的职业 但眼下更凶险的还是做作业 周星驰不会做 连续几天交不上作业被体罚 害得他在何老师面前脸都丢光了 甚至还被罚到操场中间 面对全小师生的指指点点 周星驰忍不了了 开始另辟蹊径 用钱买作业 作业刚补上 又碰上临时测验 周星驰请求场外支援 于是达叔在中间传话 另一边整个警局都在帮他一起做题 B for banana A for apple 警局上上下下通力合作 别人还以为在办这么大案子 不过这件事以达叔被叫去通女厕所而告终 没办法 周星驰只能学同桌作弊 两个人像赛马一样 很快被老师抓住 不过周星驰很仗义的没有说出同伙 这件事之后 王小贵成了他的头号跟班 学校要进家长 达叔临危受命来扮演苦命的父亲 面对老师的告状 无奈父亲的关接比儿子低 怎么敢真的教训他 在周星驰的鼓励下 达叔假戏真做 把儿子打得直不起腰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班里的坏小孩要欺负周星驰 正好他现在心情郁闷 于是他狠狠地教训了那个领头的 一亿之后成为孩子王 因祸得福 好心的和敏老师主动给周星驰补习 而周星驰的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连板擦攻击都不害怕了 之后周星驰更是探听到和敏老师的心事 他已经觉得扫黑组组长男朋友不再适合他 开心的周星驰学习成绩越来越好 都能给王小贵补课了 还替奶奶教训了这个不听话的孙子 而且给王小贵补的 学习成绩比他自己都好 而王小贵因为有周星驰成妖 开始以新歌的名义向同学收保护费 在周星驰不知道的情况下成立星星帮 很快成为学校第一大帮派 扫黑组组长告诉和敏 周星驰是害群之马 成立了校园黑收会 和敏将信将疑地来到周星驰家 看到周星驰特意准备的花 以为他要乱搞师生关系 于是生气离开 正好碰见达叔被大飞的人绑架 情急之下周星驰打退小混混 和敏这才知道周星驰是警察 进学校是为了办案 后来周星驰又差点被大飞砍 被路过的扫黑组组长当打架闹事抓起来 甚至对他用私刑 幸好和敏及时赶到 不过他差点说出周星驰的卧底身份 情急之下周星驰吻了和敏 这下惨了 被扫黑组组长暴揍一顿 被黄组长剪刀脚夹他的头 周星驰和达叔终于开始办正事 两人深夜找到了大飞的停车场 翻出不少围禁枪支 周星驰二话不说 开着大卡车杀出去 只有一个问题 他不知道达叔没上车 为了救这个不省心的搭档 周星驰只能返回 带着达叔逃命到学校 今天学校刚好放假 只有几个学生在布置即将到来的校庆 两拨人马无意间闯入学生们刚搭好的迷宫 没想到学生的迷宫机关还挺多 再加上周星驰的死党同学们 拿着气枪帮忙 大家乱糟糟的战斗了好一会儿 大飞毕竟是黑社会 挟持了所有师生 于是周星驰带着仅剩的两个小弟 三人通力合作 学生们都安全了 只剩下大飞挟持了和敏 此时周星驰已经没有子弹 只能认识 我们想到一个帅气的身影进来 竟然是黄局长亲自登场 他饱刀不老的干掉坏蛋们 最终周星驰用黄局长的正义之枪 扔在了大飞头上 总算解决这件事 事情办完 周星驰要离开学校 大家都很舍不得他 不过周星驰帅不过一秒 因为和敏老师比他更帅气 周星驰曾经领导正规部下演习 但部下全军覆没 没想到周星驰在他最讨厌的 最痛恨的学校里 学会了合作 学会了不成英雄 变成一个合格的team leader 又是一次演习 这次长官周星驰开始训练菜鸟 要学会保护人质 他的生活过得很开心 他在上一集完成了任务 就等着升职加薪 没想到新来一个女上司 也姓黄 此时达叔正在教训一个 看不顺眼的家伙 他又打不过 周星驰只好出手相助 这时新来的女上司 黄局长进来 看了达叔一眼 这位眼前英俊潇洒的男子迷住 很快达叔升职 跟着女上司去了重案刑事组 而周星驰被调去交通组当骑警 可怜的周星驰好几天不顺 又碰上上级的几个同学 大家都嘲笑他没前途 正好周星驰听说达叔在刑事组要办大案 于是他首养也跟着去了 结果黑帮跟警察打起来 死了一个警方卧底 周星驰没有后台 这个黑锅只能由他来背 周星驰见到了和敏父母 又没钱又不会办事惹丈母娘白眼 还是和敏拿出自己的十万块积蓄 说是两个人一起攒的 长辈才勉强统一两人的婚事 但不会办事的周星驰又惹领导不高兴 要被派到荒岛当警察 周星驰非常愤怒脱取衣服 但他就刷了这么一秒 下一秒就被生活打倒 找工作不顺利 周星驰打算重新做老本行 去学校当卧底 正好达叔在调查一个恐怖组织 据说他们埋伏在附近一个国际学校里 在平安夜可能会有所动作 周星驰需要几个助手 而这几个人他都挑好了 就是以王小贵为首的三个前同学 周星驰眼睛放光 他要重新证明自己是个称职的警察 不过国际学校的学费昂贵 没几天周星驰就花光了所有的钱 甚至把媳妇的十万块结婚储蓄金也花掉了 钱不管那么多 四个人帅气入学 没想到达叔也在这里卧底 他现在是教导主任 代号James Bond 还不仅是他 警方政治部也在这里卧底 看来政治组要跟达叔所在的刑事组强功劳 在这所学校里 学生无法无天 只有老师是弱势群体 不过周星驰来的第一天 就得罪了凌驾于所有人之上的牧师 结果被钉了十字架 破案也不是没有收获 周星驰发现 政治组的大墙总是围着一个美女仙帝 周星驰以为仙帝是破案的关键 于是多看了几眼 没想到这几眼就让仙帝误会了 也觉得周星驰又帅又有型 在柔道课上 两人甚至把柔道鄙视演成了恰恰舞 他们很快开始谈恋爱 周星驰以为自己是为了工作而演戏 但其实接吻的时候就数他最紧张 一天 周星驰跟仙帝约会 正好撞见了岳父岳母和未婚妻何敏 本来周星驰都已经逃过去了 但是被机智的大叔当场揭穿 何敏这才知道周星驰失业了 十万块结婚前也没了 还跟校园女生不清不楚 这下两人的婚礼算是没戏了 郁闷的周星驰发现先帝与破案无关 立刻甩了他 看着先帝伤心的哭泣 所有人都觉得周星驰是个渣男 连跟班都不跟他了 王局长怕他坏事 来学校假扮周星驰的妈妈 强制给他办理退学 周星驰非常郁闷 不过柳暗花明 他无意间发现一份详细的校园防空洞的地图 他敏锐地意识到 这学校绝对有恐怖组织卧底 政治组也得知这个消息 在圣诞节这天在学校严密部署 可是他们都不上心 所以恐怖组织就大大方方的闯进学校 他们很快控制住所有师生 师生们一片哀嚎 王小贵拨通了已经退学的周星驰的电话 政治组的人靠不住 只能靠刑事组了 达叔穿得跟魔鬼终结者一样 帅气的干掉一些坏蛋 带着师生们在学校里躲藏 而周星驰直接冲进警察局 打翻长官 自己带队亲自赶往学校 在周星驰有条不紊的指挥下 队伍以保护师生为前提 冲进学校 而达叔在那边打光子弹之后 脱下内裤投降 大家来到地下防空洞 恐怖分子们最后一波武力抵抗 周星驰急中生智 拧开蒸汽阀门 装熟了这把坏蛋 来到了最后一个机房 此时只剩下周星驰一人 最后一个恐怖组织挟持着达叔 在恐怖分子的要求下 周星驰只能扔掉武器 没想到吧 我们周星驰能徒手借助子弹 恐怖分子又晃了 一晃神 被周星驰制服 其实 刚才那颗子弹他没借助 而且打进了他的肩膀 不过周星驰坚持等到了 黄局长他们到来 终于他可以升职了 这次不是总警司 也会是个总督察 他兴奋地叼着玫瑰 去找和敏 但人家和敏追求者众多 这一次周星驰还能幸运地追到女神吗 暧昧的房间迷人的备友 没想到美女竟然是个杀手 与此同时周星驰正在奉命保护和敏的表哥 突然冲进一群人要砍表哥 被周星驰的石膏脚制服 不过他很快被总部召回 来到电影开头的那个凶杀案 第一集的化学老师竟然在这里当法医 凶杀案死者名叫王百万 长得跟周星驰一模一样就是多了颗质 而王百万的妻子朱迪和朋友林大悦最有嫌疑 于是局长派周星驰重操就业 周星驰为了不当卧底 不惜使用美人机 不过被枪指着 他没有选择的余地 未婚妻何敏刚刚辞掉工作 帮家人打理花店 听说周星驰又做卧底 何敏很不开心 何敏说 你这次要假扮别人老公 如果你敢跟别人睡觉 我就把你钉在床上 然后杀掉你 吓得周星驰把床都给锯了 明天就是年三十了 周星驰的脚还真灵活 不仅能写春联还能吃面 就这样 在局长的安排下 把号称生病失忆的周星驰送过去 假装已经死去的王百万 来到王百万的家里 这里跟城堡一样豪华 有性感的老婆 有一堆仆人向他鞠躬 还有日本管家毛房厕纸女士 夫妇何求啊 到底王百万是怎么死的呢 大家不妨跟周星驰一样一起来猜一猜 其实朱迪很快就认出这不是他的真老公 无奈警察一直搪塞他 不给他退货 晚上 何敏表哥来到朱迪家监督周星驰 看到周星驰为了从朱迪口中套话 而朱迪为了弄清这男人是谁 两个人开始各自散发魅力 乱七八糟的终于过年了 爆竹声中出现一个浮夸的皮草大哥 这人就是王百万最好的朋友林大月 他资产雄厚 最近还新开了夜店 邀请王百万夫妇去玩 没想到朱迪贴上了胡子 这女人竟然还有这种爱好 周星驰听说 林大月最近泡了一个开花店的美女 以为说的是何敏 于是周星驰赶紧出去找人 在厕所接连打开两扇错门之后 碰到一个美女 这美女是朱迪的跟班 名叫安静 周星驰一看 沾上胡子的朱迪跟何敏在跳艳舞 拆了胡子又是性感美女 真是雌雄莫变呀 回家之后 朱迪看周星驰的背影 想起了王百万 于是让她扮演学生 重温两个人在学生时期青涩的感情 这段戏没想到 茅房厕纸女士都有戏份 周星驰在演戏的过程中发现 朱迪应该是真的爱王百万 但王百万是个在外面花天酒地的海王 那么杀人嫌疑转移到林大岳身上 正好今晚林大岳约她赌钱 王百万可是大富豪 周星驰拿不出钱可就穿帮了 于是她回到警局请求支援 局长拿警局里所有被没收的赃款和保时金凑一凑 总算能让周星驰上桌 不过周星驰跟何敏表哥两个人排级太臭 玩了一把就输光 两人又回到警局 看见警察刚抓了两个出老千的家伙 有喝 这不是赌胜的克星红爷吗 于是红爷交了周星驰两手 我们周星驰就速成了 周星驰版赌胜亮相 用五条A赢了林大岳所有的钱 周星驰乘胜追击 问他 曾几何时你有没有想过杀我 林大岳眼神慌乱 哭哭啼啼地跑了 难道他就是凶手 第二天周星驰去林大岳的办公室找线索 差点把人家房子点了 案件没有进展 周星驰先回花店找何敏 没想到正好看见何敏在与一人约会 周星驰拿了把刀 躲在床下准备捉肩 没想到这人竟是朱迪 要不是何敏配合演戏 周星驰在朱迪面前差点穿帮 一天 朱迪收到一封信之后 面色凝重 旁边的安静问他发生了什么 但朱迪不愿多说 原来是林大岳拍到了朱迪的裸照 以此为要挟 勒索他给钱 晚上 朱迪硬要去找林大岳 周星驰在后面一路跟踪 追到一间酒店 差点被保安发现 于是周星驰就用吸尘器 吸爆他们的头 等他忙完手头的事 来到林大岳屋里 林大岳已经被人捅了一刀 难道是朱迪杀人灭口 回到家 朱迪跟没事人一样在打麻将 此女不可小觑 朱迪和王百万结婚七周年的 今年日要到了 朱迪开舞会想庆祝一下 周星驰的第七展告诉他 今晚真正的凶手 将会露出正面的面目 安静找到周星驰 周星驰刚想说什么 却被朱迪拦住 周星驰此刻非常确认 朱迪就是凶手 问他为什么要杀人 周星驰盯着他 却说 如果你真是王百万就好了 我跟王百万本来是青梅竹马 没想到他有钱之后花天酒地 从那时起 朱迪就想当一个男人 想跟王百万一样泡妹子 但周星驰的出现 让他重新找回了当女人的快乐 周星驰疑惑的走出房门 竟然有人要暗杀他 等他再去找朱迪 竟然看见朱迪正在跟安静拼命 朱迪拿着刀子 看来又要杀人 于是 朱迪被捕了 周星驰莫名其妙的 心里很不是滋味 案情结束 周星驰来到何敏家 何敏像电影开头那样 把周星驰绑在床上 夫妻见的小游戏 却把他吓个半死 何敏去洗澡 没想到门一开 换了一个人出来 这人正是安静 他要替朱迪报仇 幸好这个床 早就被周星驰给锯坏了 于是周星驰躲过一劫 两人打斗一会儿 一把枪掉出来 谁能想到 我们周星驰有用脚开枪的技能 这下安静终于死了 案件水落石出 其实林大月拍到的是 朱迪和安静的裸照 安静是同性恋 加精神病 要杀死朱迪身边所有的人 王百万 林大月都是他杀的 那天也是他要暗杀周星驰 只不过朱迪为了保护周星驰 而愿意跟安静拼命 看来一切都清楚了 估计以后周星驰不用再做卧底了 而朱迪也被放出来 穿着学生制服来找周星驰玩 以上就是周星驰 陶雪威龙三部曲 前两部风格一致 第三部由王晶导演 因此场景和风格都大变样 效果好不好就见仁见智了 那时年轻的周星驰可真好呀 既是搞笑的邪星 又演出了英雄的胆识 当时的张敏和朱音 美得真是能溢出屏幕 而且他们穿的也很潮 放到现在也不会过时 1991年第一部《桃雪威龙一》上映的时候 凭借独特的题材和新颖的笑量 狂了4300万票房 一举斩获当年的票房冠军 许多桥段特别有意思 搞笑中还很有批判精神 比如说第一部 肩上有花的警长们 为了接到历史题抓耳挠腮 比如第二部 未来事的达叔得到领导青睐 而一身本事但是就是嘴贱的周星星 即使立了功也被降级 周星驰的电影在欢笑之余 给人很多思考 因此很多人说 喜欢周星驰电影的理由有很多 其中一个呢 就是人物看似夸张 实则感情真实 让人有很强的代入感 用一句现在很火的话来说 就是别笑 换个名字 故事说的就是你自己 好了 本期的《桃雪威龙》系列 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 提前预告一下 之后闪电还会带来更多经典的港片系列 敬请期待哟 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也不要忘记关注闪电看剧的频道 打开更新提示小铃铛 我们说好一起追剧 一起看电影哦 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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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呀 是呀